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最近天氣又熱又冷 昨天才超好,太陽30度 今天20度下雨 接下來好像還會繼續下降 不止溫度變得大 其實濕度變化也一樣大 有時候80%多 過兩天就跌到30% 除了人的底痕可能會比較弱 然後容易生病之外 最近收到很多人的短訊 問我關於濕疹的問題 很多人在這段時間有濕疹的方法 或者發作 或者突然起濕疹 所以就想我去拍一段影片 去說一下我自己的情況 的更新 以及一些我濕疹好之後的護理方法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我第一條上載關於濕疹 雷顧唇上癮和雷顧唇反彈的影片 是2018年的9月 那時候我已經耗了一段時間 然後才拍這條影片 真正是耗了 我想大概是2018年的3-4月左右 所以距離現在已經有足足兩年的時間 那時候我的影片放在上面 就是關於一些經歷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很輕微濕疹 用日本藥膏控制著 結果一停的時候 就和看中醫 大爆發爆到好像整個人燒傷 那條影片被人限制了 所以今天就會有那些特別好噁心的照片 如果你想看那些照片 可以看那條影片 或者你私底下找我 都會發送給你的照片 我全部都留在這裡 一個很恐怖很恐怖的回憶 是真的打落地獄再上來人間的一件事 那時候的影片引起了一些有濕疹的朋友 一些共鳴 之後在2018年的12月 我就上載了另外一條影片 就是說我在濕疹的時候 和雷故純反彈的時候 是有什麼我覺得是有用的 可以舒緩的 那條影片我又放在上面 來到今天 足足兩年的時間 我就想拍我的第三部曲 一個更新 其實也是一個很慶幸可以拍得到的系列 因為我真的 基本上叫做康復了 很多人都會問 怎樣去維持 是不是還有很多東西不能吃 你還有沒有繼續看中醫 你是不是真的完全沒有辦法 這條影片都會一一講解 很開心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其實我現在是皮光肉滑的 兩年前 就算康復也好 我這裡的印是很厲害的 所以更加多人有興趣知道我 是怎樣去引 今天這條影片都會說一下 之前這條影片都提及過我 在濕疹和雷故純反彈 這段期間最大幫助我 就是看中醫這件事 其實我是不會 默默然在下面說 我看哪一個的中醫 通常我都叫大家 在Instagram找我 我會和你討論好一段時間 給你心理準備 你看了這個中醫 會面對到什麼 你是不是真的能接受到 價錢是怎樣 我才去推介這個中醫給你 這件事其實 如果我就這樣打中醫名 很快就介紹給大家 但是我覺得 有點負責任 因為我看這個中醫 之後爆發那件事 我本身沒有想過 我看了不夠一個月 我就已經爆發到我要辭職 然後就留在家裡 休息了9個月 頭5個月 每一天的情況 是比另一天差的 而無間段看了這9個月的中醫 我的濕疹除了清晰之外 我整個人的身體都調理了 中醫是有做到一些 比醫濕疹更多的事 我覺得這9個月 我是沒有後悔 甚至覺得是值得 但是如果一早有一點心理準備 就會更好 而在康復之後這兩年 我是沒有就任何濕疹的困擾 問題要去看這個中醫 但是我找過他5次 有3次是因為感冒 2次是想知道自己身體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調理一下身體 除了這5次看他的中醫之外 我是沒有再看過任何的中西醫 還有很多人都會問 他是不是幫你斷了沒有 在我自己的認知 濕疹不是一個病 他是一個病徵 對 當你身體內有一些問題 濕疹是一個 告訴你 現在身體有事 你要去解決 的一個symptom 所以 其實 如果你的生活不檢點的話 例如我上個星期 一晚喝了7罐啤酒 這樣說出來 好像不太合 總之呢 我的手指這裡 就起了一些粒粒出來 那就是因為我前一天的生活不檢點 喝了太多酒 那我就有少少情況出現了 所以在我的角度 其實你要維持一個 適合自己體質的生活 濕疹這件事 就沒有那麼大機會去找你 但是如果你說我醫好了一次之後 我就瘋狂做一些對自己身體不好的事情 其實可能某年某月某日 他都會回來找我 純粹是可能 儲了一個 儲得夠了 他又要爆出來的時候 會不會又有濕疹 所以我只可以說 這個醫生 幫我清掉我上一次 儲下來的濕疹 之後就要靠我自己 看看可不可以維持到 這個無濕疹的狀況 也有很多人問 濕疹康康復康復後 是否還是要戒口 有些東西 是否一輩子都不懂 我當時濕疹那段時間 戒口就真的很清 白飯豬肉菜心 不是菜 是菜心 然後鹽和暖水 除了這五樣東西之外 我沒有放過其他入口 差不多半年的時間 一直都是家裡吃東西 沒有外出任何東西 那麼清晰之後的今天 當然就不是這樣 我就牛 海鮮 蝦蟹背殼 全部都可以吃 有一大段時間 差不多一年 我是吃不到蝦的 我每幾個月都會試一試 吃一兩隻蝦 都會是臉有點出粒粒的 敏感 手有點癢 出了有點粒粒的 但是未至於 到爛出來 濕疹那樣東西 就不是的 純粹是凸起了很癢 過兩天就會燒那些 那我就覺得 嗯 現在還未吃蝦的時候 我就一路試一路試 到今天我吃蝦是沒有任何反應的 整餐吃很多隻蝦 都沒有任何粒粒痕的出現 我就覺得 嗯 我已經擺脫了蝦這困擾了 但是有些食物 本身跟我身體的體質 不適合牙齒的話 那些我就不會吃的 例如 清熱的東西 寒涼的東西 對啦 有些人上網的偏方濕疹 飲的湯水 我看到都是一些很寒涼 很解毒 很清熱的東西 其實要提醒你自己的濕疹 是不是因為濕熱 個人燒熱 而引起的 譬如我自己這樣 我是因為個人虛寒 然後那些垃圾丟不走 所以慢慢儲回來 就有濕疹這件事 其實我再喝這些清熱 寒涼的東西 是更加差的 對啦 所以就算我現在也好 身體好一點也好 都解決不了我身體本身寒涼的性質 那我就不會再去 加入或者吃 喝一些寒涼的東西 例如一些什麼 綠豆沙 涼茶 海帶湯 其實啤酒也不行的 不過我都偶然會喝一下 對啦 或者一些雪糕 冷的東西 我全部可以戒就戒 但是不是說零輸入的 有時候見到雪糕很好吃 我都會拿一些我男朋友 或者我媽媽 家人的那些 吃一兩口 我都會照去的 還有每一天都會去喝些薑茶 總之對自己身體好 對自己身體好 對自己身體體質好的東西 你一直繼續去做 其實你會翻發濕疹的機會 就會更加小 而如果你現在已經在這個濕疹的水深火熱當中 除了你會關心如何去治療濕疹之外 應該都會很關心那些痕疹的 因為那些痕疹真的很影響外觀 我當時整隻手放一些照片 是一點一點一點 黑色一點點的 但是現在你看回 我沒有塗任何的粉底 什麼都沒有塗的 你是不會看到有爛過 或者是曾經這樣的痕跡 所以是很多很多人問我 如何去治療的 我自己就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竅門 我只是用了兩樣的產品 一就是Bio Oil 是一個比較稀少少的油 而第二樣產品我用的 就是維他命E油 都是一些很天然的油 但它的質感是比較厚 我用過兩三支不同品牌 都是覺得厚 所以我不知道荒家有沒有 一些薄一點的維他命E油 大家看看是否能接受到 而且價錢也相差很遠 維他命E油一瓶 大概60元前後就會買到 但Bio Oil 是200元左右一支 所以就看大家 衡量一下質感和價錢之間 如何去選擇 其實兩者都不會塗了幾個星期 一個月 印就退了 我真正正正 去到現在看上去很白滑的話 就用了一年的時間 就真的退到完全不像皮膚有問題 但可能你塗了三四個月開始 它已經淡到你可以覺得曬黑了 或者是膚色不均勻 都不會覺得是這麼爛 這麼一塊塊的 曾經出現過 所以這是我自己退印的一個小心得 不算是一些很厲害的方法 可以分享給大家看 但我自己就是一直以來這樣走回來 我原本是皮膚很乾 乾到好像沙漠 會有些龜裂的紋 雙腳在冬天的時候 有白色看到像蛇紋的東西 而且臉本身都很容易乾到脫皮 慢慢緊 塗多少東西都好像吸收完之後 繼續乾淨下去 現在我已經逐漸變成了正常 中性偏乾的皮膚 因為乾性皮膚也好 濕疹皮膚也好 經常都說要著重保濕保濕保濕 以前是塗很多東西的 洗完澡之後 又要塗很多乳液 很多霜霜 如果不然人就會乾 就會變乾 但是我現在洗完澡 是不需要再塗東西 除非濕度又高跌到很低 那一天真的覺得人有點乾 那我就會塗一些乳液 我那支乳液 由10月到現在 我才能用到那麼噁噁噁 所以我覺得 今次衣濕疹 雷顧唇反彈 是可以令到我個人進步了 比起發生這件事之前的自己 是更加好了 希望今天這條影片幫到大家 然後如果你的濕疹是 處於水深火熱當中 整個人是很depressal down的話 希望今天這條影片和我的情況 我的update 可以給到一個光明一點的未來 大家看到是真的可以變回正常的 不需要怎樣特別介口 皮膚也是變得不錯 對 希望這條影片幫到大家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或者Instagram找我聊天 也可以 不需要擔心煩到我 或者怎樣 因為我差不多每一兩天 都會有人因為濕疹這個問題 去找我聊天 對 或者想知道我喜歡的情況 都可以隨時找我 那太晚 我是睡著了 是不會回覆的 對 所以日間的時候找我會比較容易 對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下就三天 和星期日下就十二天 對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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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뉴욕